莫大哥 咱们今天准备做这个牛头是吧 是的 我看您是拿这个火箱是准备给它烧头吗 准备给它去毛 开始吧 来吧 你别说这一烧啊 感觉它这个毛瞬间就卷去了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试一下 来 哇 这牛头看上去真是壮观啊 冬年过节啊 国庆啊 中秋啊 大的节日咱们要为人做这个菜 牛气冲煎啊 中火烧 效果要好一点 中火啊 不容易一口 对 还伤到胃 要太大火会容易伤到肉是吧 是吧 就不好了 是的 这些牛头有多少斤重 10多斤 牛头绝对是当地宴席中制作压重美食的食材 寓意着牛气冲天 当地人喜欢用卤的方式制作牛头 莫大哥在卤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准备制作一道创新的红卤牛头 庆祝丰收 据莫大哥介绍 要像红卤牛头的味道更加地道 就一定要用火烧掉牛毛 不过光烧还不够 莫大哥又拿出了稻草 他这是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到这个环节就是拿稻草来捆一下 然后烧一下 你是让他拿牙咬住吗 找一个地方固定一下 牙齿固定 然后就顺着上一次这个叶接着来缠就行了 牛头我之前也做过但没见过用稻草包子 我们老一辈传承下来的 直接烧不行还得包呢 要这个包上才有香味 稻草香味 气腥增香的 这个稻草它是有香味吗 闻闻一下吗 有 你尝一下吧 尝一下 闻一下吧 这都是我们地方有的 有一点点清香味 这个草味 好 差不多了吧 莫大哥 差不多好了 基本上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无死角的给它包起来 是啊 全部包裹好了 在制作美食的过程中 稻草的身影屡见不鲜 用稻草卤猪头 稻草的清香冲淡了猪头的油腻 用稻草扎紧五花肉 方便提起的同时 也使五花肉多了屡植物的清香 这次 莫大哥用稻草给牛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包裹 一是为了去除牛头的绒毛 二是希望牛头能够吸收更多稻草的清香味 好 那咱们就点火吧 能够闻得出来 它是有一定的香味能够熏到这个牛头上 要达到那效果 嗯 哇 已经开始烤了啊 已经开始烤了 哎呀 热量上来了 大家看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让它充分的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去燃烧 然后呢 把这个味道充分的进入到这个牛头当中 这个香味才能起来 对吧 大哥 是的 它要慢慢的小火 对 烧之后 洗干净的牛头呈金黄色 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漂亮 莫大哥说 接下来就到了腌制牛头的时候了 莫大哥腌制牛头到底有什么秘方呢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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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头 这个牛头有点果香味 果香味 嗯 好 将葡萄包入纱布中 用手挤出葡萄汁 淋在牛头上 给牛头带来芬芳的果香 莫大哥说 还有一种味道清新的植物 必不可少 我们这有的芭蕉叶 这要的叶子有什么用 清香 去腥的 大家看这个芭蕉叶 真的可以当大蒲扇式了 好 来 好 别说这牛头放到这个芭蕉叶上 还挺漂亮 效果很好的 将两片芭蕉叶放进盆中 牛头置于芭蕉叶上 芭蕉叶的清香 可以再次为牛头去腥提香 将腌制牛头剩下的调料水 倒在牛头上 为牛头进行第三轮腌制 在腌制的时间里 累造点火 为接下来的卤制牛头做准备 放油 这么大个锅 这得多好喝这个菜啊 对呀 很霸气 姜 放姜 大蒜 沙带 洋葱 洋葱 对 辣椒 花椒 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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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炒香是吧 炒香 这个加水是相当于做它这个卤汁是吗 对对对 葡萄汁 葡萄汁 在十多种调料中有去腥的姜 有上色的汁子 有提供果香味的葡萄汁 有提供酱香味的豆瓣酱 还有提供辣香味的辣椒等等 这一锅红卤就算做好了 接下来就等牛头入锅了 牛头要在红卤汁中卤制两个小时左右 红卤汁为牛头提供了诱人的色泽和醇香的味道 在卤汁的时间里 莫大哥还要为丰收宴席制作几道其他的牛肉美食 火爆牛脑 炭烤牛舌 小炒牛肉等等 卤好的牛头撒上葱花 蒜木 浇一勺热油 为红卤牛头再添一抹鲜香 一桌庆祝丰收的全牛宴 就在莫大哥一番利索的操作下 完成了